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沙田公屋单位 赌破黑暴军火集团 拘捕90后砌枪狂迷 手获一支P-80半自动手枪 及近100发子弹 警方相信 他与极端勇武组织有关联 有人是暴徒的枪械供应商 装陷手枪之后 再分发给有关人士 企图在集会示威游行 轻风作浪造成死伤 警方至今已拘捕13人 一共发现4支P-80手枪 东方日报的正论提到 一场持续7个多月的黑暴 香港失去了经济 失去了法治 失去了平安 失去了人心 警方继日前 倒破土制炸弹案之后 昨日又拘捕一个藏有手枪 和近100发子弹的男人 反映黑暴恐怖主义化 一项国际调查显示 香港动荡指数急升 同志利同属最高危地区 评论指出 这场被支持者称为光伏香港的黑暴 不单止没有光伏香港 反而将香港推向恐怖深渊 由钉砖升级至钉汽油弹 由土制炸弹升级至真枪实弹 香港一步一惊心 由太平盛势沦为暴力危城 不是无缘无故的 风险评估报告指 香港还要乱多两年 怕只怕两年之后 黑暴之火终于平息 香港早已化为灰尽了 法制网评论文章 提到身处数码化时代 多数个人言行都可能变成数据 一旦这些数据遭遇人欲守杀 轻则让当时人不堪其妖 重则可能造成悲剧 法律保护公民的私隐权是法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发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其中规定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者、生产者和平台 不得开展网络暴力、人欲守杀等等的违法活动 违反规定令他人造成损害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规为治理侵犯个人私隐乱象 放放人欲守杀悲剧 提供了法规遵循和保障 台湾选举落幕 《工商时报》的评论指出 这次执政党大胜 靠的就是年轻人的支持 然而如果政党的思维 认够围绕选选票 讨好年轻人 这样未必是国家之福 只是为了选举而吸引年轻人 是势力、肤浅而且危险的 政治人物这些年 经常担心少子化 但对年轻人的心灵 却少有真心的关注 少子化是量的问题 心灵是质的问题 如果说少子化是国安危机 虚空的心灵 就更加是更大的国安危机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收看